南山掛耳包咖啡 Hello 大家好 今次為大家示範南山掛耳包咖啡 凍飲方法 首先就是見我加了冰 然後把掛耳包 掛在杯邊 同樣用回95度的熱水沖泡 而水量 我們稍微調節 就把150度ML 改成100 因為冰的溶化會令它的口味沖淡 然後浸泡一會 就可以把掛耳包拿開 一杯清涼美味高品質的咖啡 就完成了